幾年前我們想跟別人互動 了解一個人的時候 只能透過像 MSN、LINE、WeChat 聊天或是後面吃飯認識 但是自從社群媒體出現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把自己相關的資訊 都貼在網路上 因為這樣的關係 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方式 今天這個影片想跟大家介紹 社群媒體是如何讓我們上癮 以及我們會有什麼影響 那我們要怎麼去避免呢? 大家好,歡迎來到The Yale Show 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可以幫助演算法推這個影片 給更多人知道哦 所以呢 趕快按喜歡 我想大家一定不會否認 現在的生活幾乎都被社群媒體制約了吧 像是FBI和IG等等 甚至我們可以用上癮來形容 好像不打開滑一下就全身不對勁 根據統計 直到去年為止 全球已經有高達 24億6千萬人在使用社群媒體 那預計2021年呢 即將增加到 三十億人 三十億人 那他們是怎麼做到 讓這麼多人可以欲罷不能呢? 第一點就是正面回饋循環 不管是FBI還是IG 這些產品都需要使用者的注意力 所以這些社群媒體公司就會去設計 出高黏著度的方法 讓使用者會不停的使用 那FBI在創造FBI的時候呢 就想要怎麼做才能盡量去佔用使用者的時間和注意力 而他呢就是利用正面回饋循環這個方式 每隔一段時間呢就會給使用者一點多巴胺 多巴胺是一種神經傳導物質 當你產生某個慾望的時候 像是追求某個人 那我們的大腦會分泌出大量的多巴胺 而且多巴胺呢會讓你繼續去追尋你的慾望 並在這個過程中呢給你帶來快樂與滿足感 那這種多巴胺呢就隱藏在每次的貼文中 我們在貼文的時候呢就會得到朋友的讚啊或是回覆啊 而這些互動呢都會讓我們感覺到成就感 那為了得到更多的成就感呢 我們就會持續的貼文 這個方法呢就是利用我們心理上需要得到認同的弱點 所以我們呢就很容易上癮啦 那其實呢 FB跟IG的創辦人們呢都很清楚這一點 要如何去利用人性的弱點來增加人們對產品的使用時間 那第二點呢就是利用自我啦 根據社會學家高富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 這本書中呢 自我這個東西除了存在每個人心中認為自己是怎麼樣的人之外 還會透過肢體和語言的方式去呈現出來 那因為社群媒體的關係呢 所謂的日常生活 從面對面的生活場景 漸漸的移到網路的虛擬世界 讓我們可以透過網路跟其他人互相接觸 交換訊息 那因為隔了一層螢幕嘛 會讓很多人更有安全感的去呈現 不同的自我 那我想問你一個問題是 你一天花幾個小時在滑手機 如果你使用iPhone的話呢 只要往左滑 你就可以看得到你每天花多少個時間在用手機的時數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每週呢會挑一個留言來送你一本書 這禮拜要送的一本書呢是這一本 所以如果你想贏得這本書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每天都花幾個小時在滑手機啦 OK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聊到FB和IG對我們的影響 第一個呢就是智商下架 我們呢很容易對社群媒體的內容念念不忘 時不時呢就拿出手機看看 有沒有新的贊呢 或是新的貼文可以看 導致我們手邊正在做的事情呢 都只能使用部分的注意力 如果我們長期維持這樣子的狀況呢 可能會導致智商下降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這樣子的經驗 就是看書看到一半 就會不自覺的把手機拿出來滑一滑 或是想要打卡天文一下 結果再也沒有繼續看書了 這很常發生吧 所以呢這就是為什麼 很多人想要專注做一件事的時候呢 都會選擇把手機收起來或是放成飛航模式 為了就是避免被社群媒體的影響 第二個影響就是呢 焦慮跟自卑感增加 根據英國皇家公共衛生學會研究顯示呢 IG是負面影響最深的軟體 因為IG主要呢 是以視覺為導向 每個相片呢 是呈現每個人的生活 而且呢 大部分的人都選擇 給你看到人生比較光鮮亮麗的圖文 看到的人呢 就會想要變得跟他一樣 甚至比他還好 那還有一些人呢 因為在乎別人對他的看法 或是想要營造完美的形象呢 就會特別挑出最好看的照片 這樣不知不覺呢 就一直給自己施加壓力 久而久之呢 就會導致焦慮或是自卑感增加 那其實很多網紅明星呢 用社交媒體一段時間呢 都會選擇離開 是因為呢 他們要一直維持自己完美的形象呢 都會嚴格限制自己的行為 但時間久了 他們就覺得說 這不是他們想要的東西 然後焦慮感就增加了 像是曾經在IG上擁有 57萬粉絲的奧基網紅Azana 就因為承受不了壓力 而取消掉所有的社交帳號 他曾經素顏拍了一段影片 他告訴大家 那個完美的他呢 其實一點都不完美 為了維持完美的網路形象呢 他已經失去了正常的生活 第三呢 就是害怕錯過最新資訊 這個行為呢 我們會稱作FOMO FOMO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因為現在的FBM IG 都有限時動態的功能嘛 那限時動態 24小時就會自動刪除 有些資訊呢 不見得可以再看得到 這樣呢 就會讓有些人 因為錯過什麼 而感覺自己 好像被世界拋棄的感覺 好像跟不上流行 而產生出一點串的孤獨感 就好比說 當某個朋友發佈 聚會的照片的時候呢 有些人會先看 有誰在照片裡面啊 如果是自己認識的 然後自己卻沒有出現在那個照片中 這樣就感覺好像是被朋友拋棄的感覺 所以當下次有聚會的時候呢 就會再怎麼忙也會抽空去參加 為了就是不要讓照片中沒有自己 這就是FOMO啦 雖然我們都知道 社群媒體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 但是我們無法責怪它的存在 就好像我們不會責怪廚師做出讓我們無法抗拒的料理啊 我們不會責怪麥當勞賣的東西這麼好吃 然後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我們要做的除了避免讓自己淪陷之外 還要懂得用正確的心態使用這些社群媒體 當你看到某些人的動態時 如果會產生不好的情緒反應的時候呢 你就要好好問自己為什麼不喜歡 還要一直去看你是犯賤嗎? 不論別人貼了什麼都是他的自由嘛 你能控制就是你自己的行為 跟你決定要不要看嘛 你的態度還有你的情緒對不對 在這邊呢 你可以使用以下三種方法來避免自己有不好的情緒 第一個呢 就是把負面情緒變成正向動力 看到別人買名牌啊 吃美食或是出國旅遊的貼文 你應該要做的是把羨慕的情緒轉化成激發自己的動力 像是如何提升自己啊 如何存錢如何賺錢替自己做一個完整的規劃 讓自己有一天呢也可以跟他們一樣 第二呢就是追蹤對象真的很重要 就像我剛剛說的 如果你不喜歡看了 那幹嘛還要看了 是犯賤嗎? 你可以決定要追蹤誰 如果你今天一直追蹤那些你不喜歡的人 一些負面的人呢 你之後就會慢慢成為這樣子的人啦 你就一直感受到那些負能量 自然而然就會容易被帶壞 甚至感覺不好的心情 那如果你今天追蹤的人呢 都是正能量的人事物 一定可以讓你有好心情 甚至有動力讓自己變得更好 就像是 那最終那個誰那個網紅啊 很紅的叫什麼Yell Chan的IG啊 嗯 第三呢就是直接刪掉這個軟體啦 如果使用這些社群媒體會一直讓你感覺不到動力 甚至越來越悲觀 那我這裡真心建議你直接把他們刪除掉 我相信呢刪除掉不會影響到你啦 我認識很多朋友他們都沒有在FB 沒有在IG上面的 而且還活得好好的 而且刪掉呢還可能因此變得更快樂 因為呢你更容易把薪資放在你的現實生活中 而不是線上的生活 不得不承認呢 社群媒體的出現呢 讓我們能夠獲得資訊的速度越來越快 然後呢我可以因為社群媒體的接觸到你們 那是我這一生的榮幸 那如果你用正確的方式和心態在使用社群媒體呢 我相信他們不會是殘害你的心理健康的毒藥 還有可能是幫助你成功的良藥 像是有的人呢 就透過社群媒體打開了知名度 或是開啟了自己的事業 不管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還是要用心去感受生活周遭的每一件事 而不是一直活在虛擬的網路世界中 所以當下一次你要分享什麼美食或是景點的時候呢 除了拍照之外呢 別忘了還用心感受當下 因為當下只會發生一次 OK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希望這個影片呢 有忘了做到連心也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訂閱我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周遇的影片喔 我每週二就四周日晚上九點台北 時間都會上傳新的影片 然後記得如果夢想不搭配行動的話 永遠只是夢想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Twee though рол 不